屌你老母臭花! 講開紫蘭女、紅鮮女、鳳凰女, 唔爭再講壞了! 蝴蝶女姓如,她既老爸又姓如, 壽瓶合起來就是她既名字。 蝴蝶女如壽瓶是廣東省南海縣西潮山人士, 小居在省城西關,家裏父母大把銀紙做針織廠生意, 不過她是妾瓶女,不肯有資格讀書, 唯有跟西關三連直街那條光棍靚似伯學做大戲。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跟著師傅靚似伯, 和豐蘇豹彈譚玉珍去金山、加拿大滑梅堅, 她以一曲霸王別基電影道果的金山白雲寨大浪, 自動送上多麵金牌。 中華民國三十年跟著師傅靚伯回來香港, 當時個天星的巧等花彈洗, 就被捷佬拿齊拔, 被她拿定做正印包頭, 怎麽樣都未曾出台, 蘿蔔頭就打到下來香港, 戰時她才拉張滑游在大時代劇團製造成正印包頭。 在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暑假又和少鑫拳合作, 暑假後就在聖壽年和馮合運合作, 後來又和羅品超、美次伯伯合作組成蝴蝶劇團。 她們和出花蝴蝶仲統統紅了馮少鑫, 之後她被人收賣泥妖, 直到赤禍萬賢, 供匪蝕巨大陸, 又和呂雁晶、陳少鑫頭供, 在省城靜立廣州實驗劇團。 當時又出手本叫包公三陷蝴蝶夢,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底又轉戰佛山, 組織娛樂劇團。 安逢少俠、唐信堯、 梁冠南、何少鑫、金柳伊, 做亡光亭, 一張白紙告青天和偷掘緣墊。 共合公私鐵鐵下道的環境, 自此她和馮少俠一直合作中華民國五十七年, 在東莞縣, 共匪說粵劇是獨愛人民的精神鴉片, 要東星劇團空旗散班, 之後便沒有再演出。 這位女婦在中華民國七十八年, 那幫獨子片須有向北平攪拌貢當時釘咎了。